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穿的服饰 什么叫做煽动 伤害人民感情 你戴的饰物哪一样是 是穿和服啊 穿西装啊 还是其他呢 没有真正讲到 这样只是一个概论 由头到尾是没有一些真真正正的内容 这样甚至言论究竟说什么 或者我说哎呀 我今天用风田 突然间你说 哇日本东西啊 不行 这样是不是犯法 譬如你穿件衣服 突然间他有一个太阳的 但是不是日本的太阳 跟着他说你不是啊 你很有可能影射啊 这样就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这两条罪是无限抗权 就是为警方 因为他只是刑事拘留最重的15日 刑事拘留是警方的杀手间 可以罚款 也是警方的杀手间 即是说不用经法院审讯 只要我说你是 你连抗辩的机会都没有 结果你就犯法 现在人大要求的就是 麻烦你们争取意见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最新消息就是根本上你觉得有问题 你觉得给意见 结果你在下面他们的评论区那里 你是不能够说任何东西 因为他不接受你的评论 但是他就叫你给意见 是不是很奇怪 很有趣呢 那当然 摆得上人大的就必然通过 至于你的所谓的叫做意见 问卷 限回都可以 当可以无限上纲 连究竟什么服饰 说什么言论去违反的 他都没办法说得出的时候 这个就是现在的重点 也是问题所在 在中国 每一天 你都会见到不同的法例通过 现在还有半年 但是必然通过 这样每一个人都要小心一点 无论你的手机 或者你的衣物 你都要想清楚 当然了 其实是没办法想清楚 因为那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你是 你的言语冒犯了我 煽动民族感情 好像你突然间见到 这个华为 华为是什么 华为是国之重器 是民族品牌的果 我看着华为 你只要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在挑战民族的尊严 那怎样呢 有公安在隔离的时候 你就把8月15日去坐也行 连律师费都省了 轻聚的1000 拘留5日至10日 重的3000到5000 拘留15日 这个就是现在的中国 没有制衡 没有咨询 咨询的都是告诉你 不用咨询留言都不给你 这条法例必定通过 希望所有的人 真真切切地考虑自身的安全 考虑自身的环境 其实你问我现在中国 我不会说 因为你越收越紧 而最大问题就是公安抗权 加空了司法机构 那究竟是谁做的 那当然你问习近平知不知 知道 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我们公安局长的王小洪 他本身就是习近平的人 由他提出人大通过 那你说 怎么会有反对声音 习主席的亲兵 为什么会这样做 其实他就是为他自己抗权 无限延伸 什么都危险 因为由头到尾都是一个印象 我印象你这件衣服 我印象你戴的手标 我印象你什么什么什么 总不知你是 标准在哪里 是没有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我Nina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二十几年 为十八至四十七岁香港人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 港币十五万内 无需雅思成绩 我们为十八到三十一岁的港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你劳工定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五十岁以上的港人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是香港 英国 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找Christie啦